欧阳暖眼神冷淡 口中却吃惊的 爹爹 妹妹年纪小不懂事 您千万别生气啊 欧阳可狠狠瞪了欧阳暖一眼 却厚着脸皮不敢走 如果她走了 老太太坚持要想法子 打掉娘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那可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指望 娘盼了这么多年 以为有了儿子就可以一招分身了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马道姑见状善善行了个礼 跟着丫鬟出去了 李氏并不糊涂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真的不要这孩子法子多得是 何必要当着人问人家慧安事态 若是不小心把事情传了书去 岂不丢尽了欧阳家的颜面 当下老脸有些红 欧阳暖恰到好处地过来搀扶他 祖母 您别心急 有什么事慢慢说 师太也不是外人 自然会体谅的 此言一出 李氏赶忙点点头的 是 师太 求您千万给像个法子 慧安师太说道 事到如今 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从今日起 必须请老夫人每日诵经百遍 为欧阳家祈福 孩子生下来以后 尽快送去寺庙里吧 为他寻个道法高的师父 让他从此出家为僧 这一是不连累家人 二是为自己积累福报 依此求个来生 不可以 欧阳可几乎跳起来 这个弟弟是他和欧阳暖 争斗的最大筹码 怎么可以一出生就送到寺庙去 他再也顾不得许多 冲上去死死抓住欧阳之的手臂 急切地 爹 凉肚子里的弟弟 是你的亲生骨肉啊 你怎么可以相信 这个老尼姑的胡言乱语呢 聂畜 还不跪下 李氏心里实在是恼怒到了极点 这个林氏 千方百计来害自己的长孙 现在还不死心 居然还要生个天煞孤星出来 诚心要断绝我欧阳家的血脉 生下的女儿如今也是不知趣 居然敢在这寿安堂大吵大闹 真是不知所谓 欧阳之一见母亲恼怒至极 用力甩开欧阳可 欧阳可没有防备 一下子低坐在地上 不敢置信地瞪着无情的祖母和亲爹 气得速速发抖 欧阳暖在一旁看着欧阳可不顾形象的哭天抹泪 心中冷笑 在祖母的心里 媳妇不算什么 孙女也不算什么 儿子和孙子才是命根子 尤其是欧阳智 那可是他下半辈子的依靠啊 怎么可能让人轻易克了去 果然 李氏祥也不想就答道 回得师太今日提点 要不是您来 我懵懂无知接纳了如此虐胎 将来我儿贝克 我们家的血败期不就此断绝了 师太放心 我们一定依您所言 不日还会为安中菩萨重塑今生 以求消灾免难 一生平安 慧安师太点了点头 悲笑道 我佛慈悲 定会保佑施主子孙延绵 福报绵长 李氏念声佛号 但愿如此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慧安师太走的时候 李氏亲自将他送到门外 欧阳暖更是一步步搀扶着他 将他送上马车 慧安师太微笑着双手合十道 不必远送 施主请留步 师太慢走 欧阳暖面上带着浅淡的笑容 秀美的眉目舒展 光彩耀目 几乎令人不敢直视 慧安师太又仔细地瞧了瞧他 才微笑地离开了 在城中绕了三圈后 慧安师太的马车没有回宁国安 反而是进了郑国侯府的后院 宁老太君一早便已经在等他了 慧安师太微笑着要上前行礼 忙被老太君扶起来 你我原本是旧时 何必多利 慧安师太微微一笑 在老太君身旁坐下 语气竟然是说不出的关切 你身子可好些了 令老太君点了点头 含笑道 这些日子已是好多了 阿难 你过得可好 杜妈妈含笑看着他们 奉上茶水后退到一旁侍候 慧安师太微微一笑 轻轻拍了拍老太君的手 眼中隐隐又明灭的光影 比你一向是好的 只是 华君你老了 头上都生出白发了 宁老太君 脸上虽然还是带着微笑 眼中 却已经有了泪花 说道 早年认识的姐妹们 如今只剩下你我寥寥数人了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起 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那一年 你不过才十一岁 头上带着一只祖母绿的蝴蝶发钗 向我走来时 那蝴蝶翅膀一仙一仙的 看上去很是机灵 说到这里 他突然看到 慧安头上戴着的蝶帽 心中一酸 话也说不下去了 旁人听到这话 一定会惊讶万分 如今谁都认识的 慧安师太 却极少有人知道 他曾经的出身 慧安师太 其实出身名门 与宁老太君 乃是归中密友 只是早年 父母相继去世后 他拒绝家族 为他选择好的道路 毅然出家 不必如此 匹尼出身于权贵之家 半辈子都是 猜忍心思过来的 连梦里 都忌惮着那些人 恶毒的心思 早也累了 倦了 当初贫尼曾经对你说过 与其留在家中 看那些人的脸色过日子 情愿落发为你 常伴清灯古佛 聊此残生 这些话 贫尼至今也不曾后悔过 当初她的亲生父母去世 诺大的家业被书审罢占 大好姻缘被人夺走 从豪门千金 变成要看人脸色过日子的孤女 她怎能不恨 最可恨的 是那些人还要将她嫁给亡库子弟 毁她一生 既然如此 她宁愿设下旁人眼中的颇天富贵 忍受安堂中一生的清冷与孤寂 常伴清灯古佛说起来轻松 但一个青春少女 要守着安堂过那种日子 简直是一种焚心石骨的折磨 宁老太君就是知道这一点 才会越发心疼慧安的遭遇 联想到自己一生的经历 她心里难过 话中也不免含了几分萧索之感 唉 话是不错 可到底是一难平啊 当初你都定亲了 明明是一门大号的姻缘 却被你甚甚污逆深染恶迹 将那人强行夺给了你的表姐 耽误了你一辈子 我心中每每想起 都愤恨老天 为何要让那些人横行无忌 反逼的弱女无路可走 慧安师太豁达地笑了 你呀 匹妮这一辈子 前半生忍受痛苦与折磨 后半生更要设下红尘俗事 长守佛堂 但这辈子经历 可比普通女人精彩多了 太后要来宁国安 听匹妮奖金 皇后贵妃等人 更是千方百计来费赂八戒 只求匹妮来披个好命数 倒是当初俗家的表姐 极度诚信 护害数字 声名狼藏 反泪得他娘活活气死 贫妮可比他们舒坦多了 说着竟呵呵地笑了起来 宁老太君笑道 你还是老样子 瞧这一派和气 内力呀 却最是强硬 死活也不肯低头的 毁安师太微有伤感 说道 不这样 这漫长人生 该如何度过 说的是 便是我这一生 也未必比你好几分 先是我爱女造王 再是老侯也去世 赎金 儿子还缠绵病榻 现在的郑国侯府 看似鲜花锦簇 其实 却是狼群环似 我实在是 唉 宁老太君叹了口气 毁安师太微有怜意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你这一辈子 也是不容易呀 片刻后 她却微微笑了起来 不过 我瞧着你那个外孙女 倒不是个软弱可欺的 她那继母百般迫害 换是贫尼当初 只怕要被生生气的吐血 她倒好 贫尼瞧着 半点生气的样子也是没有的 反倒笑盈盈乐呵呵的将了她一军 还知道欲先求到你这里来 老师说 若不是你亲自来请 这小小的欧阳府 批你则会亲自前去 宁老太君点了点头道 我瞧着也是 若非你去 只怕那糊涂的老太太 还有那个狠心的爹 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灰安叹了口气的 唉 说是你女儿当初 有你外孙女一半厉害 也不会被那个庶女逼死了 宁老太君皱起眉头 想起当初女儿病重 却还要为那个狼心狗肺的夫婿 求她自己膝下来 不免痛心疾首的 晚清是个糊涂的 我早与她说过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人 她偏偏信了人家姐妹情深的谎子 我本想那个女人远远嫁了 钢铁都与人换了 却不料她端的是好手段 不但勾搭上了姐夫 还骗得我那个傻女儿 不顾病重 跪倒在我眼前求我成全 晚清那时候 只以为那女人 毕竟是她的妹妹 会善待暖儿姐弟 何曾想到自己 竟为儿女 引来中山狼啊 如今会之晚已 唉 我只恨当初不够狠心 早该在她羽翼未封之时 铲除了她 也免得如今束手束脚 慧安点点头道 如今知道也不晚 只是现在 多少要顾忌她那个当兵部上书的包凶罢了 你凡事且放宽心 有什么事 不妨找诺儿商量商量 多个人帮你 做起事来也更周小